这是全面降水呢 我想两个原因吧 一个来讲就是说可能 应该来讲一月份的数据呢 应该可能比预期的还是要差一些 那么当然数据还没有公布 但是它内部已经应该是掌握了 所以的话这个据说肯定经济增长了 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那么汇丰的PMI和官方PMI 也都是在50以下 这个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能够希望尽快地把竞争稳定下来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对外部 外部就是说现在各国家都在搞QE 搞货币宽松 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但是中国就是说 应该不会参加它的竞争性贬值 那不参加竞争性贬值的话 这样的话就是说 就外部就不宽松的话 内部就进行宽松来弥补这方面的影响 那么就是说为了重点的扶植 就是说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和农业 因为这几个小微企业 中小企业农业是目前就是说 中国经济比较弱的一个环节 而且这些企业的话呢 就是说得到贷款是比较困难 一直是农质难的问题 那就是说 就是给他们定向降准的话呢 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贷款 能够解决更多的困难吧 全面降准嘛就是说 应该来讲它会释放一个比较大的流动性 那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稳定经济增长呢 肯定能起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当然1月份也减息了 12月份呢实际上也有所反弹 但1月份呢看来 这个反弹还没有很好的持续 但我想通过这次降准的话呢 应该这个经济增长能够更快的稳定下来吧 因为这次降准的话 也是比市场预期的也早了一些啊 市场预期它肯定会降或者会减息 但是可能没想到就是今天啊 所以尤其今天降的 应该对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 所以我想明天的话 这个股市的话应该有个比较好的反应 首先对银行 完全对其他的行业 包括这个其他的金融业 都会有这比较正面的影响啊